9个月大男婴躺在病床上 全身插满管子 父母心疼极乐 透过视讯通话 希望儿子快快好起来 7月11日出现呕吐 及嘴唇发酷情形 至医院急诊 经PCR采验确诊 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单纯肠胃炎 后来出现急喘 脸部不对称症状 家长觉得不对劲 带到台中荣总就医 才发现是确诊并发心肌炎 使用叶克膜强救十多天才 捡回一命 小于16岁的小孩子 得到新冠病毒感染 会增加心肌炎的风险 是一般病毒感染的36倍 小男婴7月住院 跟死神拔河50多天 9月1号康复出院 9月20号又因为家人确诊 出现核瘦症状 PCR阳性二度染疫 成人大概是1%人会重复感染 那儿童只有0.2%左右而已 虽然二度确诊的几率很低 但有医师整理国际文献提出 重复感染可能让免疫力变得更差 因此平日的台中接种站 一早就有家长带小小孩来打疫苗 自己个人的防疫工作 还是要先做好 就是一个重要 因此说二度感染 发生重症及死亡几率 会比第一次还要低很多 而目前Omicron流行 以轻症居多 评估对人体免疫系统的长期影响 也会越来越低 记者黄山峰李云杰台中报道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災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